美国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学之一 但是许多中国侨民给它封了个另外的名字 第二中央党校 日本朝日新闻10月10号报道说 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年启动了一个项目 就是在哈佛等西方大学培养中共领导人 为什么哈佛大学在培训下一代中共领导人 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 朝日新闻报道说 官方声称这个中国领袖培养项目的目标之一是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 作为宣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 每年大约40至50名中央党委或地方党委之下的高官 被派往哈佛学习 另据美国网络杂志10版5月份披露 哈佛大学成为中共中组部的官员培训基地 杂志报道说 大约10年前 中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努力 给公职人员提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训 让他们可以应对考验独裁政权任性的日益复杂的情况 这些经过仔细审核的官员 选拔出来的政权明日之星 被送到国外顶尖大学 在经过特别设计的专案里学习 中国中南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所教授王成立说 中共这是作秀和掩人耳目 显示它好像跟美国很亲密 实际上中国的管理模式跟美国完全不同 中国的体制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了 你不可能在美国培养学中共就干不来 你中国的体制是什么 美国的体制是什么 中共的官员怎么到美国去培训呢 这不是笑话吗 这是一种作秀 石板报道说 今天中共当局已经扩张了这个项目到斯坦福 牛津 剑桥 东津大学和其他地方 中共至今已经派遣超过4000名官员到西方国家学习政府管理 而被选中的官员身份不一 他们包括市政府官员 市长 省长 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长 超过一半去哈佛锦修的官员 在归国不久后都获得升迁 其中关阶最高的是李源潮 李源潮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的成员 如今他成为中组部部长 严晃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生认为 通过在西方大学学习 中共官员能借鉴一些具体管理经验和措施 但短期内对根本制度不会有影响 那您觉得就是说从长期来说 有没有和平演变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如果有的话那是很好的事情 但可能目前还看不出来 如果是大批的人去学习 休息了西方的管理经验 就是希望现在政治的一些操作方法 平行对中国的政治进步 当然是有好处的 石板的报道还说 有些人认为哈佛是在帮助一个前所未有 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磨刀 并加强它的专业化 也有人说鼓励改革和政治开放 有不止一种方式 如果建桥的课堂能够打开中国官僚的眼睛 看到另一种治理的方式 那么与其拒之门外不如开门迎之 另外据了解 目前中共中央九名政治局常委中 至少有五名成员的儿孙在美国学习 预计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他的女儿也在哈佛大学读本科 另外中共近期的高层领导人 赵紫阳和江泽民 都有孙子辈子女在哈佛读书 而贾庆林的一个孙女在斯坦福就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